精进修学佛法,勤修无常观法,才能够放下编导妄想。 佛法告诉我们,诸行无常是生灭法,生灭灭矣,极灭为乐。 佛说四大古空无因无常,无因皆空, 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没有个常态。 以前住在山上,就住山上,有山美、水好,空气也好。 可是现在一开到山上,就有土石流,左山,土石崩塌。 在平地就安全吗?就有地震,又有水灾,又有风灾。 可是地水佛风跟我们一样,原来我们内四大也怕地水佛风, 外四大也是有地水佛风。 所以说这个内四大、外四大都是一样的众生业感。 那我们说这个世界无常,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无常呢? 我常讲一句话,我们要深信因果。 只要我们有这个懂得深信因果的人, 我们就要修缮,你不要说有这个侥幸的心。 那我们今天住在山上,就怕这个地震吗? 怕这个空气不好吗? 这生命会严肃吗? 那在这个平地上你说,就没有这个土石流的问题吗? 其实我们要面对这个无常,是在实时念念,一刻当中,都要去思维这个无常观。 那我们在好像仁王这个复国经里面讲一句话, 这一念有九十刹楼,一刹楼有九百生妹。 可见我们这个深深妹妹的问题,不在于这一念之间, 或是你的起心动念,这时时刻刻都有这个无常观念。 所以说佛教我们观无常,不是没有道理的话, 没有道理的事,是平常我们不知道舒服了, 或是这个一时万机了。 这无常都充满在我们旁边, 要说我们跟这无常是共生共存的。 博陀视线大智慧,以无常力最大。 因为无常是积极者眼中的机会, 是消极者口中的无奈。 十方新闻记者,赖英荣台北采访报导。